我叫戴州 今年30多岁 从2017年开始结束的集飞路灯机 主场系统其实从开发部会到现在 我对这个东西一直蛮期待的 因为我们毕竟就是做质保这一块 这一套系统下来我们作业周期可以拉长 对我们说这种直播队来讲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原来都是直播要不就是机差 直播就是冷宫 冷宫嘛总归说没有机器那么均匀 到后期出苗了之后把密度太厚的地方 拔了不知道没有啥到的地方 现在冷宫也不好走 干了几天也走掉了一部分 人家不愿意干了 太累了 少了年纪了 年轻人也没人愿意干 价格也高 在我们沿城那边机差要稍微多一点 但是机差要工具比较繁琐 而且成本也高 你最起码要预留一块地 专门做预秧的 然后地首先是要空在这里 不能种出小麦的 然后就是预种 然后移栽最后机差 周期比较长 而且机差上的费用也高 我对一份P系列无能机的了解 现在我们这个RDJ定位 说均匀程度肯定是没问题的 正在上车口线 五秒后行动 全远离作业机 在前边来了 正在现在 千丶年轻人 在这些小卑链身中 没有了解 基本的比较多 一百母鸡 要四个人人 一天 差不多 以我朋友工作效率大半天 一架配一架 总体用上来 感觉波杀是比较均匀 效率肯定比人工是高了多 我是肯定 说新款P系列肯定是每一架都要配的 是肯定比较均匀